台上义工卖力的带动唱 台下长辈们也开心的一起跳 由华山基金会举办的老人秋季登高活动 18号在关山镇米国学校举行 透过体验课程 让长辈们回味传统农村生活 我们是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促进社会参与 将我们服务的长辈都带出来 一起走一走 那也可以跟他们同侪之间可以互相交流 因为毕竟我们服务的对象 很多是独居 他不见得就是说有机会可以这样出来 做一个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 在义工的协助下 长辈们所制作的稻草人偶组一完成 其中高龄71岁的义工妈妈温美陶 也参与了这次活动 希望帮助弱势的老人得到更好的照顾 就是剩下这一点点力量就付出 照顾一些老人这样 也就是也没有什么出很大的力气 就是给他们陪伴这样而已 目前我们的长期服务的义工不到十位 非常需要就是在地的义工来协助我们站长的工作 因为第一我们站长可能不是当地人 语言我们跟长辈沟通就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主办单位强调部落老化人口逐年增加 但是部落义工招募却相当困难 鼓励年轻族人主动参加义工行业 协助关怀需要帮助的长辈 让部落老人有完善的生活照顾 原是新闻文贵的台东关山采摩报道 好 好 好